如果不是这机场跑道上的标志 还有这架飞机 看看这一地的狼藉 哪里有一点机场的样子呢 在跑道的尽头 聚集着很多人 一些穿着斯文讲究的人 现在已经完全顾不上形象 他们奔跑着呼喊着 然后顿足垂胸 嚎啕大哭 放声大骂 这里就是1948年 10月30日的沈阳混合机场 那些失态的人 可都不是普通人物 他们是国民党 在东北的军政大员 有省行政委员 有保安司令 有中将参议 那平时可都是飞扬跋扈的 可现在呢 被连红带骗地赶下了飞机 甚至有些人 连贵中戏软都没有拿 飞机就逃难似的飞走了 不走也不行 因为这架飞机 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 就在驾驶飞机飞走之前 飞行员来到了一个神情 略显无奈的军官身旁 压低了声音说 十万火机 您到东塔机场等我 这个无奈的军官不是别人 正是他 几天前还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叱咤风云的国民党 东北交总总司令 魏力皇 可是 如今的东北 现在的沈阳 魏力皇 已风光不在 沈阳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 此时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队 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 就像您刚才看到的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人心惶惶 稍微有点钱 或是有点拳的 都玩了命地想离开 但这位国民党 东北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 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是走还是留 走就是高级将领临阵脱逃 不用说 东北战败的全部责任 都将由他魏力皇来赴 况且走能走到哪里呢 那要是留呢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 解放战争中的老对手林彪 已经带着几十万人马 破城而来 1948年9月12日 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人民解放军东北夜战军 在司令员林彪的指挥下 在东北地区 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先后解放锦州 长城等东北重要城市 明年1948年10月27日 将沈阳主力廖廖香兵团 全肩在辽西走廊 此时 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 只剩下沈阳一处大城市 以及其周围几个据点内的 十几万人 而在辽西会战之后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 丝毫没有休息 三个纵队加五个独立师 持续作战 已经向沈阳进发 此时的沈阳 如同汪洋中的一座孤岛 困苦无援 但作为国民党整个东北的 军事指挥中心 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现在再来看看 那些关于解放沈阳的记载 都是寥寥数比 似乎这些都在证明 这场攻坚战 好像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 的确 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兵败如山倒 斗志全尸 但沈阳成高强后一手难攻 毕竟里面还有近十四万的军队把守 沈阳的国民党军队防守力量 比起不久前攻克的锦州城 要强大得多 难道事情真的如此简单 顺利解放沈阳的背后 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往事呢 这一切我们都要从那位守城的将领 魏力皇说起 蒋介石在东北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 魏力皇 试图改变国民党惨不忍睹的 东北剿匪境况 但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魏力皇到东北之后 采取的战略却是 坚守不出 以待事变 几个月下来 这个固守的策略 可以说被魏力皇坚持到了极致 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 无论蒋介石反复来电催促他出击 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 他都一概不为所谓 要说带兵打仗 魏力皇称得上是一员勇将 可在东北面对林彪的各路突破 魏力皇显得畏首畏尾 颇为反常 其实说起林彪和魏力皇 两个人早就打过交道 抗日战争时期 林彪曾任八路军 摇摇武师师长 而魏力皇任国民党第二战区 前敌总指挥 统辖进北全部中央军和晋随军 1938年4月 魏力皇访问延安 此时林彪因为受伤 正在延安养病 作为长官的魏力皇 特意前去探望 走到一半 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 快搜搜荷包 看有没有钱 原来国民党军队 一直有犒赏的风气 可是部下把口袋都翻遍了 也只有六百块钱 这怎么能行呢 太少了 魏力皇急得直搓手 等他赶到二十里铺 他就问林彪 部队有什么困难 自己能帮得上忙的 没带红包就送点东西呗 林彪一直摇头 他表示感谢 部队到底有什么困难 魏力皇不送点东西 似乎心有不甘 林彪就说了一句话 部队缺弹药 那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 魏力皇抵达驻地西安 下令 拨给八路军 子弹一百万发 手榴弹二十五万枚 牛肉罐头 一百八十箱 这巨大的数字 让国民党的后勤部门 倍感为难 可魏力皇不管 照单播出 出了问题 我魏力皇负责 三十天后 当十多辆军车 把子弹 罐头等这些物资 运送到二十里铺时 林彪激动不已 连忙说 李重了 李重了 而十年之后 一九四八年 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 当年的老朋友 变成了冰润相间的对手 我们试着回想一下 魏力皇自从接任 桥总总司令之后 他对于蒋介石指令的 置若网文 以及在辽审战役当中 几次关键时刻 他的种种表现 让人不由地会联想到 在抗日战争中 魏力皇与共产党方面的 密切往来 难道说 在解放战争中 魏力皇依然保持着 与共产党方面的 种种联系吗 如果这种怀疑是真的 那么沈阳城的轻松解放 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事实 真的如此吗 所有的历史真相 一定要经得起 白纸黑字的推敲 早在辽审战役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九月四日 远在西百坡的毛泽东 便做出了辽审战役的总方针 在这份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电报当中 也提到了魏力皇的名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于魏力皇中央军委所做的安排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鱼唐战役期间 长审之敌清朝远锦 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鱼唐县 连续大举歼灭原敌 争取将魏力皇全军就地歼灭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 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即在魏力皇全军来源的时候 敢于同他作战 我们看到电文当中所提到的 将魏力皇全军就地歼灭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这正是辽审战役的目的所在 而里面所说到的 所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其实就是奔着魏力皇去的 而这封电报的级别 4A级 绝密且十万火急 在如此绝密的电报中 毛泽东丝毫没有给魏力皇 留任何的余地 就地歼灭 在西百坡密电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央军委的坚决 而这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 来证明 魏力皇当时确实与共产党 没有什么联系 可这又怎么解释 他好像是在帮着林彪 断送国民党部队一般的 坚守战术呢 面对着种种猜测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魏力皇的儿子 魏道然的一段采访录音 电报来了 说了 东北全部军政党的人 都有五兄 全部处理 所有部队都归你指挥 有一个电报 他拿到的 大家就恭喜他 说总之你现在又有指挥权了 他讲了一句话 后来都有记录 我现在就指挥谁 然后叫我指挥 我指挥谁 魏道然老人的采访当中 有一个细节 魏力皇直到东北解放的 最后时刻 才重新获得了东北的党政军权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魏力皇虽然身居 脚总总司令的职位 但是指挥权并不归他 大部分是由蒋介石 来调兵潜将的 所以说 东北国军的断送 以及战术安排的失败 也不完全是魏力皇一个人 能决定得了的 今天我们再来回头看看 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 那就是 这个曾经与共产党人 关系密切的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沈阳城破的生死关头 也没有出逃计划 但他不是无路可逃 在解放军大军没到的时候 其实有一扇侧门 已经在他面前 悄悄地为他打开了 自锦州解放 国民党东北部队撤退的正门 算是彻底封死了 那么这个侧门在哪呢 1948年10月24日 中央军委致电 东北野战军的领导 在这封电报当中 特意强调了 这个侧门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林罗并告高五 这封电报里的林 自然指的是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罗 是指副政委罗荣环 高五 高指的是副政委高岗 五 东北军区参谋长 五修全 敌人准备以营口 为其两条退路之一 以甚明显 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 被我兼击时 其溃逃部队 亦可能退向营口 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 抽出一部向南 歼灭 安山 海城 牛庄之敌 这封电报当中所说的敌人 指的就是沈阳的主力防守 廖药香兵团 而当时解放军还没有空军和海军的力量 所以一旦国民党军队逃至海上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在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之后 毛泽东不断地给林彪发去电报 反复地强调敌军很有可能会从营口撤退 而且在电报中高度重视营口问题的毛泽东 还对如何阻止敌人 做出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包括部队要从独立师中抽调 先打外围 再占主力 林彪呢 也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可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还是出现了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如果想离开东北的话 只有两条路 第一经锦州从陆路撤退 第二经营口从海上撤退 毛泽东坚决主张先打锦州 断了国民党的陆路 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如果再想逃跑 那么他们只剩下营口港这一个出路了 在十余个纵队围剿廖药乡兵团时 林彪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 派出独立二师和一个重炮连南下进攻营口 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 但南下的部队还在半路上 林彪发现国民党军并没有向营口撤退的迹象 林彪认为独立第二师到达营口后可能无仗可打 在他们将廖药乡兵团逃向营口的仙头部队打回来后 又命令他们北上对廖药乡兵团实施策击 的确当时的廖药乡兵团在黑山突围数日不成 整个兵团在辽西战场上如线泥潭一般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突围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另一支国民党精锐 却脱离了大部队目标明确 向着营口悄悄地急行军 刘玉璋驻守辽阳的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 廖药乡兵团出沈阳时 他本应和廖药乡一起西进远景 但很快他就自高奋勇地提出 由他率领部队习战营口 得到批准后 第52军很快脱离了廖药乡兵团 而且动作神速 这次国民党52军一反常态 这个外号为刘光头的军长 他其实早已经打上了 借机脱离东北战场的小算末 营口备战 林彪很快得到消息 但是黑山战场正在激战状态 没有部队可用于机动 只好电令远在长春以南 公主岭地区的第12纵队火速奔赴营口 但长春南下的铁路已经被破坏 12纵官兵徒步沿铁路昼夜兼程 12纵还没有赶到营口 毛泽东的电报 就到了林彪的前线作战指挥室 这一次可不是部署战术了 而是严厉的批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封珍贵的 保存在西百坡纪念馆的电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 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 在我们述电指出之后 又根据52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 忽视对营口的控制 致使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 是一个不小的失招 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中 是一个后面本身是有几个字的 但被毛泽东划掉 取而代之的是不小的三个字 通过它能够感觉得到 毛泽东对于忽视营口的后果 非常生气 接着往下看 如果敌人集结一起 从达虎山向东 正面无重兵赌击 不能收夹击之效 则敌有全部或大部 跑到营口的可能 敌人的全部或大部分 都有跑到营口的可能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林彪也紧张起来 东北野战军 在进行完辽西会战之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进行休整 第一 第二 第十二纵队 那么这个时候魏力皇会做出什么样的打算呢 东北野战军的战士到达营口之前还有几天的时间 在此之前 魏力皇都明白 这道侧门对他而言依然是敞开的 但在这个时候 他为东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官兵所做出的抉择是 营口的52军撤离其余部队固守沈阳 在东北战场上的魏力皇此时依然是他一贯的固守待员 甚至他明知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后援了 他还是在死守 他没能挽救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最后的部队 正是这些闪回的历史画面 让人们对于此刻魏力皇的想法疑惑重重 更有甚者说魏力皇是解放战争时期 共产党方面派出的最大的卧底 而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多年前魏力皇曾要求加入共产党 这个人叫赵荣生 曾经担任魏力皇的少校秘书 还记得魏力皇前去看望林彪没带礼金的事吗 当时向魏力皇建议 既然没带钱不如送林彪所需的弹药物资的人 正是他 而赵荣生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名隐蔽战线中的共产党员 根据赵荣生的回忆 抗日时期魏力皇曾经悄悄地对他说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并让赵荣生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去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波渠当面疑问 而林波渠的答复是 魏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 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这些往事是不是魏力皇坚守的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魏力皇的心里清楚 沈阳这十几万部队根本走不到营口 就会像廖药湘的部队一样被围歼和消灭 而且他的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 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况且他根本就走不了 就在廖药湘兵团被消灭殆尽 东野各部队迅速向着沈阳开箭的时候 魏力皇曾向蒋介石发掘了一封集电 他的意图很明显 目前东北的局势已经是回天乏术 那我是撤呀是撤呀还是撤呀 10月27日南京回电 魏力皇郑重其事地打开机要室 递上来的绝密档案家 一看他当时就惊呆了 只有两个字 镇静 这是哪门子的回电 他当时就冲着情报主任吼 还有吗 当问完门口有人报告 报告司令官南京追电 我就说嘛 电报不可能只有两个字 这次魏力皇大概再一看 人在沈阳在 要与角总大楼共存亡 魏力皇看完这封电报 估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知道再次兵临城下之际 蒋介石是置他于生死而不问哪 一方面他催促着七次韩全华 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沈阳 另一方面他垫覆蒋介石 要与沈阳共存亡 魏力皇依然留在这座微城中 他默默地端坐于总司令部 此时除了等待 他什么都做不了 而在那道侧门引口 刘豫章也在等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几万名士兵 焦急地等待着 带他们离开东北的军舰 可海上连个船影都没有 接触总司令和五十二军士兵 此时的东北战场 国民党也只剩下这两件事 还算是比较实际 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急事 蒋介石糊涂了 但有一个人可一点也不糊涂 那就是刚上任不久的 东北交总副总司令 黄埔一期毕业的杜玉明 杜玉明在解放战争时 被戏称为蒋介石的救火大队长 奔波于辽沈淮海两大战场 此时他坐着飞机 在沈阳上空转了一个圈 然后飞向了北平 当时沈阳的情况已经危及了 让他无法降落了 这让他想到了刚才的那两个问题 魏力皇的安全和营口的部队 他就是带着这两个忧虑 急匆匆地赶去找蒋介石 杜玉明了解蒋介石与魏力皇的不和 蒋介石不会像对待其他亲近的将领那样 去设法营救 深陷沈阳的魏力皇 而杜玉明与魏力皇在抗日战争期间 曾共同远征缅甸 或许是惺惺相惜 他绝对不会听任魏力皇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 否则除了国民党军队颜面扫地之外 又如何对得起他本人呢 1948年10月30日 杜玉明在北平的西院机场见到了蒋介石 他反复地暗示蒋介石应该考虑魏司令的安全 但蒋介石每次都将他打断 只是询问目前沈阳的情况 说到最后 蒋介石都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跟杜玉明说 你去葫芦岛等命令 银口的事我去催 就是绝口不谈魏力皇的事 说完蒋介石朝他的专机走去 杜玉明知道自己没机会 也没有时间了 于是他碰了一下 紧跟在蒋介石身后的 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淑明 王淑明明白杜玉明的意思 他赶紧上前一小步 低声地问蒋介石 是不是先把魏先生接出来呢 蒋介石这才勉强说了一句 让他到葫芦岛去指挥 虽然短短一句话 但王淑明和杜玉明 都松了一口气 尽管现在如何把魏力皇 从混乱的沈阳给接出来 还是一个难题 但至少蒋介石表态了 直到现在魏力皇脱身 才不用顶着临阵脱逃的罪名 而此时的东北野战军官兵 已经在战斗的间隙 配发了联军装和狗屁帽子 然后树制大军从各个方向 向沈阳急速推荐 成千上万的之前百姓 和解放军官兵混杂在一起 形成一股拒留 联系的胜利 勿招我们向胜利前进 再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勇士们 不顾连锈战的疲劳 不顾天寒水冷 他们用极尽的速度 向东北北军最后的曹雪 沈阳前进 在这片土地上 无论军民 现在已经没有隐蔽的必要了 他们的任务就是 尽快地向沈阳靠近 经过了三年无数次的血战 每个人都意识到 最后的时刻 来了 要痛打落水狗了 再不抓紧 就没仗可打了 还记得我们节目 一开始时的那个场景吗 1948年10月30日下午3点 威力皇到达东塔机场 这位身经百战的 国民党将领 此时是身心疲惫 万念俱灰 而那一架 使尽了欺骗手段 才飞上天空的飞机 此时也抵达了东塔机场 飞机不开舱门 蜂拥而至的人们 上不了飞机 威力皇先是被两名卫兵 扶持着 送上一辆卡车 卡车的后门 对着飞机的舱门 舱门一打开 威力皇迅速就被推了进去 现场的混乱可想而知 黄昏时分 飞机在葫芦岛降落 杜玉明来到锦西机场 迎接威力皇 下了飞机之后 卫力皇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差一点见不了面哪 在最后的时刻 蒋介石对于多年 跟随自己的部下 如此冷漠 令杜玉明心虚黯然 将领如此 更何况下面的士兵呢 这是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 拍摄下来的一张照片 一个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老兵 于救济站内喝着粥 可以看到破旧的棉袄 粗糙的手指和疲惫不堪的眼神 这些似乎在向我们揭示当时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官兵的状态 人心惶惶 战区的最高统帅都跑了 这仗打不打的都没什么意义了 所有人都知道 国民党的沈阳要一主了 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 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 而在防御沈阳的十四万国民党军中 只有第五十三军保持着完整的三个师 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 1948年11月1日 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 很快工程部队就进入沈阳市区 之前我们说过 魏力皇没有把沈阳的国民党士兵撤往营口 这符合他十个月来一贯的坚守战术 但是在沈阳的最后关头 魏力皇似乎也没有在坚守上下更大的力气 这不免让人感觉有点矛盾 1948年10月19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集会议商讨 廖小湘兵团事宜 会后华北较总总司令傅作义问了魏力皇一个问题 而魏力皇的回答或多或少的可以解释我们刚才的疑问 傅作义说 听蒋先生今天的言谈 沈阳没救了 那我们华北该怎么办 魏力皇沉默两久说 廖兵团一晚 按共军过去一贯的作风 两个月内即可消化完毕 到时林彪将会增加到百万大军 因此你不可守城 国共问题是渴望用政治来解决的 讲的政权是否存在 那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 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 魏力皇的话震动了傅作义 同时也似乎从一个侧面解释了 他这十个月以来的举动 东北野战军的官兵们 在沈阳城内 错综复杂的街巷当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 怎么个复杂法呢 有的地方在拼死抵抗 而有的地方 说不好什么时候 就会冒出来一队的国民党军 说要投城 有的时候几个解放军战士 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兵 一天一个国民党兵副营长 举着白旗跑到了街上 看到我们解放军的干部 立刻就往院子里拽 一边拽一边还冲着院子里喊 全体集合 进了院子一看 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 在队列的后面 还停着几辆坦克 解放军的干部 刚要给他们介绍 我们的俘虏政策 没想到 里面所有的国民党士兵 都举着这么一张彩色的纸片 喊道 我们都知道了 这就是他们当时拿着的 那些彩色纸片 原件保存在 锦州的辽审战役纪念馆 一起来看看上面 都写了些什么 守恶者必办 携从者不问 立功者受奖 这些苦哈哈的当兵的 顶多算是携从 而稍微有点关闲的呢 都挤破了头 想多少立个功 很多人就为了是火线起义 还是火线投诚 打得头破血流 就这样 沈阳城里的大部分国民党部队 都没有做过多的抵抗 都放下了武器 国民党军东北矫总总部 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1948年11月2日下午16时 国民党军2070残部被歼灭后 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至此 国民党盘踞在锦州 沈阳和长春的三团敌人 都已经被消灭 人民解放军横扫东北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曾急切担心过的侧门 果然出现了问题 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 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 在沈阳的西南方向 第七 第八 第九纵队 对营口形成包围 1948年10月30日 东北野战军九纵率先赶到了 营口北交的石桥府 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刘豫章 在此孤军奸胜 这时候 后有大海 前有无数解放军战士 刘豫章和属下也知道 再无退路 全都杀红了一位 以五个团悬灭反击 而与此同时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贵永青 率领重庆号巡洋舰 以及二十多艘登陆舰和商团 抵达营口港 11月1日深夜 这天对于国民党军的将领 刘豫章来说 是最难挨的一晚 52军几万名官兵 挤在营口港的商船里 如同罐头里的沙丁鱼 他们得扛过这一晚 等到明天早上涨潮的时候 才能出海 11月2日清晨 满载着国民党兵的 商船刚刚驶离港口 解放军九宗二十六师 便出现在了营口港 此时港口上出现了 混乱的一幕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时任九宗政委李中全的 采访录音 敌人有商船 商船的敌人 真做商船 船上的敌人强大 不然后面爬 此时的国民党士兵已是荒不择路了 向前无法上船 向后满是追兵 这些年轻的士兵们 会不会后悔 当初他们跟错了队伍 尽管 林彪将努力挽回 在营口的失误 尽管这对于整个辽审战役来说 无碍大局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因毛泽东口中的失招 使得东北解放战争 无法在战争艺术上 完美无瑕 此时九宋的众号团 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 猛烈射击 三艘国民党的运输船 被重炮击中撑破 11月2日上午 军长刘豫章 带着另外一万人乘船逃脱 52军 其余一万四千人 全部被监 这支部队也成为了 东北国民党军唯一一支 整舰制逃走的部队 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 驻守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 经海陆撤退 几天后 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 也撤入关内 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西葫芦岛 至此 辽审战役彻底结束 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这一胜利 使人民解放军 获得巩固的战略后方 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 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 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 已经颠倒过来 这份1948年11月4日的东北日报 摆在河北省西北坡村 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室里 从9月12日一直到昨天 整整53天 作战指挥室还是第一次这么安静 取代了往日激烈的争论 令人激动的捷报 还有滴滴答答的发报声 报纸上的消息 终于可以让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们休息休息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东北日报的头版 整整一大版 庆祝沈阳解放 庆祝东北解放 大标题 攻克沈阳全军首敌 东北全境 欢庆解放 七十宏大 激动人心 但同时报纸上也说到了 除匪首魏力皇杜玉明 及少数高级官员 以仓皇城美制飞机逃跑外 无一漏网 一个总司令 一个副总司令 魏力皇和杜玉明 从葫芦岛前后角地逃往了北平 但是他们即将面对的结局 却截然相反 1948年11月7日 魏力皇从葫芦岛到达北平 蒋介石下令 东北剿总总司令魏力皇 迟疑不决 坐师军机 置师重镇 着急撤职查办 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 魏力皇飞往上海 然后飞往广州 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后被军用专机 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 1949年初 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 魏力皇才终于重获自由 1955年3月14日 魏力皇和几名随从 由香港九龙秘密抵达澳门 第二天凌晨 他们乘坐一艘经过改装的小船 悄悄生毛 向着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 驶去 魏力皇先后被推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 民革中央常委 又接替龙云 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1月17日 北京天降大雪 魏力皇 因患病离世 终年64岁 魏力皇离世的时候 当年将他救出沈阳的杜玉明 刚刚获得特赦走出北京的 龚德林监狱 1948年11月7日 也就是魏力皇从葫芦岛 到达北平的第二天 杜玉明也从葫芦岛 撤到北平 只不过当天他就离开了 此时的杜玉明 已经被折磨得疾病缠身 但仍未派往淮海战场 他只得以赴刑场之心情 再上战场 继续卖命 杜玉明 留给北平的最后一句话是 别已故都 此生再看不到你 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然后便飞往南京 杜玉明又被赶鸭子上架 前往中原腹地 担任所谓 徐蹦会战的前进总指挥伍 而那场战役 是一场比辽审战役 更大规模的刺杀 被中国共产党称为 淮海战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